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望向P7》的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VC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财士真迪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欢迎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 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正向浪费冷气》 点赞、分享、订阅和订阅 《施抗亦拼经济反网报》 好 今节我们讲讲一个贼佬是沙煲的 两个国家 也不单止两个国家 其他国家都有跟 不过这两个国家就是 很特别的 就是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 第一个国家就是 古宝劏房你买了吗 大马sir? 没有 没有钱买 那你就拿不到欧盟的身份 之前我们讲的有个王台 叫《渣亚哥》 叫人买什么东西 古宝劏房 原来他很开心 因为爱沙尼亚 硬起来了 英慈奶 爱沙尼亚就刚刚宣布 即日起 所有俄罗斯籍的船 被禁止进入爱沙尼亚的港口 2月24日之后 更改船籍注册国的原俄罗斯 直船籍都 在禁止的范围之内 这样也可以 改错也不行 撑 除了他 还有一个国家 就是意大利 意大利亦都宣布 从昨天起 所有的港口 都是禁止俄罗斯船 进港 根据这个通告 这个禁令 同时是适用于 2月24日之后 更换 支旗的俄罗斯船 就是你 不要以为 你换了支旗就没有人 目前 泊在意大利港口的船 只是应该在完成商务活动之后 立即 离开意大利的港口 就是 你泊在这里的俄罗斯船 走 另外意大利的外交部长也都宣布 意大利不会用劳部支付从俄罗斯进口的天然气 因为这样是违反欧盟对俄罗斯央行的制裁令 他们的外交部长也都说意大利 现在 紧急找 有没有其他的天然气 他就问 北非的国家 阿尔及利亚 和 非洲的 安格拉 这个前葡萄牙殖民地 目前 都挺大事的 意大利有 40%的天然气 来自俄罗斯 这件事我都佩服他的 够勇 够胆 当然 波罗的海国家 怎会 只得 埃沙尼亚一个国家撑着 还有一个国家 就是 苑仔立陶苑 很厉害 苑仔立陶苑 他 是敦促人家 这个好笑 是敦促 是的 他出了很多力 是敦促 芬蘭 和 瑞典街的北约 苑仔立陶苑的 总统记得什么名字? 大马尔 老彩达 没错 我觉得他就是 这个 我的心音机 就是黄毓民的前台长 原来现在没有练 跟他很像样的 因为 那个 真是四方 过来 世人版 凉粉唱 是的 真是四方 因为他很慌 更加像一个 日本的漫画方 包超人 哈哈哈 很慌 很有趣 这位方包超人 老录塞达 敦促 北欧两个国家 快快 申请加日北约 不要浪费时间 他就说 这个举动 是有助于 很搞笑 他说有助于 增进我们波罗的海国家的 安全家 因为近了 并且是强化 北约军事联盟 你要记住 他说话很直接 可以帮到我们波罗的海国家 但是 会不会令到这两个国家都有潜在危机呢 我觉得是有的 立陶宛总统 鲁塞达 他就 和 芬兰和瑞典的领导人说 加入NATO 加入北约 有助于 增进波罗的海国家的安全 并且强化 我们这个西方军事联盟 他就敦促 是就趁早了 不要浪费时间 鲁塞达对于俄罗斯的威胁 他当然是说不怕 不屑一顾 他也说如果 如果芬兰和瑞典同意申请加入北约 俄罗斯就会增加在 波罗的海的军事存在 不过 我们不怕 但是俄罗斯之前 说可能会部署核的 你要记住 是出 绝招 他也说莫斯科方面 在非地加利林格纳 部署 核已经很多年了 不用怕 而芬兰和 瑞典 都只是 帮自己 那你又说在帮你 然后他就说 如果他们不敢做 俄罗斯可能就会侵略 芬兰和瑞典 瑞典和芬兰 加入北约 将改善波罗的海地区的安全局势 从军事上来说是 Sue a win 我们将会 更加 获得 好的保护 作为北约的一个 成员国 我向 瑞典和芬兰保证 你们可以很快加入 你有贵资格 人家秘书长又说这句话 不过算了 你也是跟人口水尾 你也是 其中一个成员国 瑞典和芬兰 都是欧盟成员国 但是 就是没有加入北约 因为不加入这个军事联盟 对他们在俄罗斯 的相处当中是更加有利 不过 自从 俄罗斯出兵乌克兰之后 情绪是有变化的 这个是现实 芬兰大概是 他们就这么说 未来几个星期就决定 加入 北约 而瑞典 就说你加入我都加入 两个家一程 加入是正常的 因为 对 还有 主要是撞胆 这两个国家 都在评估 怎样回应 俄罗斯出兵 乌克兰的 这个行动 究竟加入北约好呢 我觉得加入也没问题 但timing是否这么好呢 这个纯粹本人意见 我觉得 加约是没问题 再说一次 但是 风头火势之下 加入会不会更加危险呢 这两个 北欧国家的 公众舆论 其实都完全转向 是要加入北约的 所以 鲁塞达就说 请 赫尔申基 和斯德哥尔摩的 政客 快点做出 迅速的决定 敦促人家快点做出决定 因为 局势有可能 随时升级的 俄罗斯之前也警告 如果 芬兰和瑞典任何一个国家加入北约 将会 造成严重的军事和政治后果 俄罗斯上星期也说 这样会逼我们 很 害怕的 我害怕的话 我就会部署核 其实 俄罗斯是不是真的会这么害怕呢 我觉得也有机会的 哈哈 他这么说 又或许是扮出来的 这个世界上政治就是这样 都是 很多时候是一场戏 俄罗斯前总统 梅德韦杰夫 当然他和普京换了位置 他也警告 俄罗斯在波罗的海 地区会部署核 虽然 立陶宛 官方早在2018年已经警告 俄罗斯 其实早已经在加利尼格纳有核武 鲁塞达也说 对于我们来说 意味着什么 俄罗斯方面 可能会发表一些咀咀逼人的言论 甚至可能 会做出在本地区增加军事存在的决定 反正加利尼格纳地区都已经是 欧洲军事化程度最高的地区 那里已经是有核 我不认为我们 是要再退缩 有雷气 净净净 他也表示 现在 是时候做出一个正确决定 不要浪费时间 快快吹吹 他也补充 他的国家已经看到普京政权 的言论 变得越来越瘫了 芬蘭 也说 可能在 6月份 马德里举行的峰会之前会做出 加入北约的决定 波罗的海国家 当然希望 瑞典也加入 因为瑞典有个岛 就是 戈特兰岛 经常 被人比作在波罗的海 的一手 航空母船 以及 他们就觉得 这样可以叫瑞典顶住 顶住呀 立陶宛总统支持 北约首佬的提议 就是部署更加多的兵力 在 埃沙尼亚 拉脱维亚 立陶宛还有波兰 本来 只有1000兵力 现在就是 扩到3000到5000 鲁塞达更加是支持 埃沙尼亚 总理 卡拉斯的呼吁 要求北约 这个就想得太大上头了 就是想着 加强北约在 波罗的海国家上空的防空任务 谁出钱 当然是北约 难道是他 他的意思就是 可以随时击落敌机 就是指俄罗斯的敌机 他也说 我们需要第一线部署 前线防御 而不是威胁 或者快速增援 最可信的威胁就是在我们波罗的海国家以及波兰 实际这样部署额外的兵力 空中警务 其实在和平的时候 是可以 继续进行的 而且现在 俄乌战事这么大 所以 应该是要做 不过 他也很聪明 他就说 或许暂时 不需要做 将来要做 因为你再 放什么空中警暴 其实他的意思就是搞这个防空识别区 这样很难的 俄罗斯可能很大反应 立陶宛今年 将他们国家开支都提升了 提升了2.5% 是GDP的2.5% 高于北约2%的目标 并且 力求进一步提高到3% 鲁塞达就说 这笔银子 不单用来 是购买新装备 还是用于基建 还有 外国军队的刑房 整个好地方你们住 不过你们要 带些兵来的 就会将这个国家的刑房 扩大一倍面积 最近 在 基库 会面 扎连司机 鲁塞达 当然还有其他国家的元首 他更加说 乌克兰需要援助 不单只是地对空 和 反栏系统方面 更加包括重建国家 和开通物流走廊 令到货物可以进出 但是 会快了 这么快的重建 都未完美战事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完美 最重要就是 他就 指责俄罗斯 在蓄意和恶意地 在乌克兰实施 种族列组 并且警告 坐镇在莫斯科的领导人 一定要追究你责任 即是追究普京责任 那究竟行不行 努塞达也说 我们将会 记住一些事情 即是指普京这样 记住你 看看是不是真的行 我就觉得 现在这两个国家 加入北约 应该是不可逆转的 但是 时机 选择会好些 就更加 安全 如果不是的话 你又不知道普京会做什么 当然 拜登也说向乌克兰提高 额外的8亿美元援助 其实我想丸子那些都很开心 都很想 都很想 你叫台湾 有叫台湾 台湾不是有个什么乌克兰关注小组吗 这个赛政府搞出来的 好像没有什么出声 前几天他说 台湾地区都考虑经济制裁俄罗斯 慢慢考虑 这个好笑 慢慢考虑 不过有什么他们肯定会报出来 这些陆营人士 当然要跟所谓的盟友机 今节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 下节再为大家分析其他的议题 再见